美国总统大选二次辩论贵 特决力迎战川普 昨天11早上9点 TBS56一道全程转播 锁定TBS56一道特节节目 美选辩论色报 好 那么现在硬碟 USB里面 小省1500省进行到底什么意思 当然有人解释说 1500不表示是钱 也许1500块 也是下午3点钟 大家刚去查 柯文哲到底11月1号2022年 3点在干什么 说2点到4点在拜会里长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时间不是跟沈金金见面 不是沈金金 所以他的随身碟的 笔记格式被破解了 说这个1500不是时间 那不是时间是什么 那是不是就是钱呢 我一直讲说 如果他是 昨天我讲说 因为我们没看到这东西 如果这记一大堆事情 那只是提一个小省1500 跟一堆都是 前后都是钱 这是不一样 假如说很多都是钱 那就是钱 假如说这没有 只是小省捐他 假定说1500 干嘛写下来 脑筋就记起来了 对不对 几个人会捐你1500万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没看到 所以不知道 就检察官看到 他们说是破解了 所以如果说1500 而且当时还要跟沈金金去对 所以他们最近在传沈金金 怕他现在最严重的是贪污重罪 那就是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 无期徒刑那就很惨 另外这个柯文哲2022年11月1号的下午 形成曝光 就很清楚时间点 这个大同区拜会里长 中正区拜会当地里长 等等 电视台说大同区的国庆区 国庆区民活动中心 都看到他 所以表示那个时候 不是去跟沈金金见面 那另外说他给下属 有八个字的纸条 说这个是受压关系 我也不忍受受压关系 不亂写一通 这八个字说 怎么讲 说怎么做都行 快就好 这我觉得也还好 这个就变成受压他 绝对不是因为这八个字 受压他的 现在在那边穿着附会 这个怎么解释都可以 但是我明明叫你违法 他们说这个就是 他跟副市长篡政的证据 我是看不出来 讲话那么厉害 这个看出来这就是篡政 不过反正前证是16字 现在是八字 另外怎么做都行 快就好 因为他是亲笔直视的 所以他是问说你们都委会意见怎么样 他们下面的签出来看起来是 说主席有问意见等等 柯文哲说快就好 赶快签出来 但是都委会委员又不是这样讲 都委委员是说我们很多人反对 只是主席怎么裁决他就算了 听听主席的就好了 所以看这边有不同的意见 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认为说 金罚城的公文是快速通关礼遇 非常快 这些关键的共犯就咬紧柯文哲 说他叫我们快 都是他 他叫我们快 我们就快 来 王慧 我是满认同刚刚宝哥讲 其实从柯文哲的事情发生到现在 我想就是完全分成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法律的层面 他到底有没有图力 他这样做有没有构成图力 我觉得这个都还在侦查当中 另外就是从政治上的 我自己在这个紧急应变小组里面 我有非常深刻的感觉 就是我们不时的 在针对很多放出来的消息 要不断的去做相关的一些澄清跟说明 我这几天 除了礼拜天遇到这个萧执行长 他到我们的这个集结的这个晚会上 然后包含昨天我在其他台 遇到了这个马前总统的这个律师 那时候打这个三中邪命案的这个律师 他说他们的感受上 有几件事情 在跟柯文哲这件事情上 以侦办这件事情来说 是有几个非常雷同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疲劳的讯问 第二件事情就是拿A案问B案 第三个部分就是大家讨论最多的 侦查不公开 但是看起来一直在公开这件事情 刚刚中线委员特别提到 你其实说对法务部应该赶紧去查 我告诉大家 北柬他的这个泄密案 看起来是有900多案 目前真的有办的应该是有两案 这我们这边查到的资料是这样 其他如果都是说 北柬有相关的泄漏 你觉得他这次昨天又分案了 那是真的要查还是假的要查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回来讲 柯文哲这个案子发展到现在 我认为很多的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也是 如果真要知道 也是检察官才会知道 刚刚这个中线其实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在马前总统的两位 这个执行长跟律师的嘴中 听到有一个部分 我倒是觉得 是我满有心有戚戚言 就是在这个编故事的部分 不管这个侦查的结果 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但是这整个过程 包含搭配某周刊 不断的出新闻 他的这个人设就开始崩坏 不管他最后被查到有没有罪 但是他的在政治上的目的 我相信就已经达到了 这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相关的一个状况 这个议员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柯文哲人设的崩坏 不是媒体也不是检察官 是他自己把自己的人设搞崩坏的 我们可以知道 从8月的甲章案 然后到现在的金华城案一开始 大家看到柯文哲说谎了几次 从他第一次被吴宝请回的时候出来 他说他今年才知道金华城案 大家拿出了非常多的证据 不管是议员之前的质询 或者是各种的公文辩迁等等的 一再来证明说 其实柯文哲根本就是知情的 他在法庭上面强辩解说 他不知道相关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的积压庭里面 其实就写得非常清楚说 柯文哲的证词跟其他的证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认为说他有图例之嫌 有避重就轻之嫌 也就是说其实在柯文哲 在整个案子之中 一直没有把非常多 很关键的事情问得很清楚 不管是我们之前看到 在甲章案的时候 木可的金流 都有非常多的疑问 其实都没有讲得清楚 在金华城案之中 大家问说到底有没有关联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柯文哲一再的说谎 被大家揭穿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 到现在目前柯文哲律师说不抗告了 那其实我觉得 也跟民众党自己的讲法 也是有点落差 因为民众党一直认为说 希望要程序正义 如果柯文哲真的觉得 自己是无辜的 是清白的 那当然是要一直强调去抗告 来证明自己 结果现在却走了这一步说 好像是要继续就是不抗告了 希望可以等到两个月后 看到结果是被起诉 或者是会开严压庭 什么检官 检察官可以拿出更多的试证 我觉得说其实柯文哲 他让自己这两个月在里面 他也首先出了三种特质 他两个月其实就是与世隔绝 超然 超然置身事外 然后其实民众党现在到目前为止 也都没有处理他的党籍跟党权 其实柯文哲 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超越世俗化的存在 不受任何世俗的规范来约束 第三就黄国昌等人 一直把柯文哲 刑溯成受难者 一直说今天是柯文哲 明天就是其他人 就等于是柯文哲 有三个特质 其实民众党现在有一点把柯文哲 神圣化 造神化的一个趋势 希望能够用这种说法 不断地来说服民众党的支持者 不断地来说服小草 来无叫任何道理的 来继续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相信柯文哲的无辜 我希望说民众党可以赶快 改变这种论述 不要再继续用这种的说法 来让小草继续相信 这些完全没有根据的说法 有没有可能有谁转悟点证 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个走下球车 穿着蓝色外套的人 就是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金华城案 检方第二波侦查行动展开 早上九点多 就先借体彭震生 不过竟然 征讯不到一小时就结束 彭震生再次现身 上球车前还看了镜头一眼 金华城案除了柯文哲不抗告外 其他在押被告抗告都被驳回 所以关键人物都已被检方掌握 下一步就得取得金流相关诊词 九号下午北监首都借提省庆金 他低着头看起来很虚弱 坐着轮椅被罚警推进地检署 七十七岁的他 会不会为了拼交保 透露更多案情呢 因为贪污制度条例规定 违背职务行贿罪 可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刑期 如果在侦查中自白者得减轻其刑 尤其日前遭披露 简连搜索柯文哲住家 发现USB随身点内 记载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号 小省一五零零省庆金 到底是时间还是金额答案曝光了 除了弃法外他们也没有其他招数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号 当天下午两点 柯文哲到大同区活动中心 在时任的民政局长蓝氏从陪同下 与里长何惠英等超过十人会面 三点继续在大同区拜会其他里长 四点则转往中正区 整个下午行程都没见到省庆金身影 经过三个小时征讯后 省庆金却站了起来 在罚警搀扶下走回囚车 状态跟抵达时落差很大 而他的律师接近中午时间 也现身台北看守所 检方密集侦查被告动作频频 金华城案只要一名被告 透露一丝内幕局面 就有可能会扭转 好吧 谁会做污点证人 对检察官来讲 什么污点证有用 有人说是彭震生 所以彭震生被提讯 画面也曝光了 这是昨天我记得 另外沈静音有一个论功行赏的名单 说黄大洲有200万 然后其他就是金华城的董事长 威京集团的协理 威京集团的联络人 然后林慧美 吴佩玲等等 那黄大洲太太今天 已经出来讲 我们不会拿这个乱七八糟的钱 已经出来否认了 不会拿乱七八糟的钱 另外也有律师说了 说彭震生如果说 只有彭震生收钱 那柯文哲就可以说 你看他收钱所以帮人做事 我怎么知道 他咬我都是害我的 来 检察官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 不是说你记载什么东西 他就一定有他法律上面的效果 所以即使说有1500 然后审慶金 这个东西的记载 其实法院绝对不会用这个 当做是证据来判决有罪 他一定是要去调查 相关的人证跟物证全部吻合之后 才能够当过证据 所以其实这个记载 在我现在看来 他只是启动一个检察官 侦查的概念在里面 而不是说这东西就是定罪 或者是说他想说 什么都可以只要快 这个在法律上 也没有任何可以评价 因为他的前提可能是合法 那他要求辩民 所以要求速度加快 所以我个人真的 不认为里面的记载的东西 可以像现在社会大众 就好像当做是一个事情 这样讲成这样 其实将来检察官在侦查 或是法官在审理的时候 他一定会找其他的人证跟物证 去互合资料 吻合的 才能够当做证据 你如果这些人里面 柯文哲除外了 谁是最 检察官最想把他找来做污点证 最有价值 其实当然以我们的角度来说 当然神庆庆如果愿意讲的话 那是最好 他等于是把行贿的对象 全部讲出来 那这个案子就会办得很漂亮 那这样的话 沈欣欣是有什么罪 刑贿而已 罪是蛮轻的 本来刑贿罪就比较轻 对 本来刑贿罪 那现在又再当污点证人是不是 当然就是说 他是可以减刑 因为犯罪或态度 以及正能保法都有减刑 他年纪有大的再减刑 当然是 这个都是法官在量刑上面 看他有没有前科 如果没有前科再减刑 这是 没错 这是他因为减刑的因子 有非常多种 所以不是只有限于一种 那其实我在那边要跟各位 再报告一个就是 在法庭上面 即使你认罪 你的自白 也不能当作唯一的证据 所以今天就算 柯文哲出来说 对 我就有收惠 可是如果查无所有 其他的证据的话 法院也是会下无罪判决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说 有一些拼凑出来的资料 你就说他一定有或一定没有 所以一直以来到今天 其实很多记者都问我 这个案子的看法 我只就程序面去分析 我绝对不去讲说 他们有或他们没有 不管是无保请回 或是羁押禁件 这个跟未来有罪无罪 都毫无关联性 有的请回会来有罪 有的羁押会来无罪 都有 你放到这边 我是 二次 大付 相机 是 二次 我